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康匯一王 我也在俗课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创意的这些面包的东西 我来教各位自己引起兴趣以后来参加我们的职业纪念班 是不是透过我们的工会这边加入工会来学这种创意的这个 空白的产品 这都是一个未来 他说这些人的努力一王 第二条我们可以选择的路 那我讲高兵工会本身在这个行业算是主一主二 我们每年大概都有回头他们来办一些职业训练 希望透过这样的训练 可以认证来照顾我们这些努力 所以今天做这个面包或是蛋糕这一类你很有兴趣 那未来这个机会希望可以来加参加我们职业班 那我们职业训练班如果是我们设定对象 是完全免费那如果一般的劳工是脚 只有脚大概两成到三成 怎么会用 其实都很假的 那这个面包的这个部分其实来说也创意无限 今天老师也给你教一些方法下 你回去还有也做各种不同的变化 因为现在的时代大家都强调就是创意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引发各位的兴趣 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东西也有兴趣 欢迎未来加入我们的职业训练班 来协更专阶的一个技术 那今天非常高兴跟我们高领工会 那来办这样的活动 所以首先要感谢我们高领工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总監事这样一个精心的一个安排 那也谢谢各位的参与 那希望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 媒体的宣传 那我们这样的活动可以办得很成功 如果有需要 那我们再来加办都没关系 那最后祝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 各位可以学到很好的技术 谢谢 因为我们曹老师他真的说他今天不烦 因为他在里面就是中秋天 所以我们才特别生意这一天 我们都去给一些咖啡的人说 不是我还要去靠后面 有机会我们在开外更好的新产品 大家可以再来做 可以帮小米价 可以帮助更好的努力 那怎么说 我们如果做得更好的不怕 我们可以帮小米价 可以把握 做得更好健康的实验 您说得吗 那我们师律师要不要 不用 很感谢 你们徒长要不要说我们的免疫体制 不用 那是要做那个感罪状的 曹老师 OK 那这个有必要 更应该的 来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劳工局的这个后面班 8月24号要开班 我们曹老师是我们的训练的名师之一 所以我们的训练其实我们的传队非常的强 而且我们训练出去的这个职业训练班的学员 我们不是跟我们的训练提示而已 我们可以帮他介绍工作 我们上一期 我们办了8班的职业训练班 就一定是9乘2 5乘9乘2 那另外还有大概有11位的学员 那没有去工作为什么生病了 不然就要生孩子 不然有了生活 这个就是要那个升学的 不然还有几个去出国人的 所以几乎我们从那边训练出去的这个学员 几乎都可以工作了 都有很多学员的行为 那所以我们的科学学员的这段职业训练 我们这班已经刚招生完毕 8位议席 那正式要这个开课 那下一期我们一定在今年年底就准备要开始招生 所以今天各位学完以后 有兴趣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班 那我们曹老师也是利用星期六星期天 特别用专题的方式 聘请他过来教创业面包这个机会 而且这个课程交上去以后 我们的学生一天两天的时间不够 应该让我们的曹老师 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教更创业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规划会给老师 更多的时间来教创业面包这一块 所以还是利用这个时间 那也谢谢我们曹老师在我们课程上的一个协助 因为要教他的时间很不容易 他除了在我们那边教以外 那也在台南边有很多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都利用他的空档 差一个空档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用我们老公纪的这个名义 要颁发这个感谢状 来代表我们老公纪会他们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是不是就用这个时间再教一选先来办 这样主任你要给我们办法一个 感谢中文曹老师 对啦我们小弟有需要 不过这都让自己与爱情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迎面要求 还有迎面要求 不用啦 这个应该是啦 谢谢 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四项面包 然后三种面团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都是低温长时间发酵 所以我们先把面团先搅拌起来 然后在搅拌的过程中 我再依依去做说明做介绍 那我们首先 你们看着我们的讲义 我们搬到我们的香蕉巧克力香春面包 拌匀就好 拌匀之后直接放入冷藏 发酵到决天至少12个小时以上 这是中种面团 就是这个老面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要半煮面团 我们现在要开始半煮面团 那我们今天搅拌的过程 应该只会示范这个部分 我们早早已经有把15米面包 跟焦糖共鸣面包 已经搅拌完成 如果所有的三项产品 都要从现在开始搅拌 我们今天可能会拖到很晚 那其实搅拌的整个工把 其实是一样的 那等一下就是说 搅拌它的整个过程 面筋的一个形成的情况 等一下我会去做说明 那各位可以稍微翻一下讲义 各位发现说 我们今天的三种面团 三个面包的面团 是完全不添加油脂的 甚至于除了我们的15米土司以外 我们其中那两个面团 也完全没有加糖 它等于是无糖无油的面包 其实政府这几年 就是很努力在推动 就是农业精致化 那我们整个烘焙产业也是一样 因为消费水平的提高 然后消费意识抬头 消费者对于健康卫生 的一个概念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制作面包 制作点心也好 也要随着时代的潮流 也要慢慢去改进 慢慢去进步 那我们主要讲求的是天然的食材 那我们配合当地的一些农特产品 比如说我们今天会用到 就是石谷米 那再来就是奇山的凤梨干 大树 奇山的香蕉干 然后大树的凤梨 还有六龟的金黄芒果 那我们用最好的食材 那最天然的食材 做出最好吃的面包 在我们在享受美食的之余 不怕说会造成人体的一些负担 为什么政府这几年一直在 就是说在卫生把描上 一直在做修正 就是所谓的板式脂肪 应该还有很多人不晓得板式脂肪 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制作面包 早期在制作面包 是不是会添加酥油 或乳马鳞之类的东西 那类似那样的油脂 是属于比较像是氢化油脂 那通常 生肺产业常用的大概就是这些 酥油、乳马鳞 再来就是天然奶油 可是天然奶油的成本很高 那也不易保存 所以通常大部分都是用 酥油跟乳马鳞会比较多 那氢化油脂 其实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反式脂肪的问题 那反式脂肪 经过我们人体摄取之后 它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 那经过长时间的话 会比较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 那天然奶油的话 因为它是天然的奶油 它是有办法代谢掉 可是天然奶油会有党库存的问题 可是党库存是可以 透过摄取、蔬果或运动排泄掉 那两者相较之下的话 那我们还是以天然的奶油为准 那今天大家也倒不必担心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 几乎是完全没有添加奶油 是完全没有添加奶油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配方 你们要注意 我们上面通常 早期都只会用到 就是说很基本的高筋面粉 中筋面粉或低筋面粉 那我们今天有用到 法国面粉 所谓法国面粉 就是法国面包专用的面粉 法国面包专用的面粉 那我后面是有括号 我不是要打广告 可是我今天用的是什么品牌 等会是要让各位知道 它吃起来口感是如何 因为现在面粉越来越多元 法国进口面粉也好 日本进口面粉也好 加上台湾的面粉 那个品牌真的太多太多了 然后不同的面粉 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 跟龜奔含量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它做出来的面包的口感 也完全不一样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面粉的准备嘛 跟品牌嘛 那其实 不同的面粉 它的蛋白质含量 跟龜奔含量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也就是 是用在不同的 这个面包 它会产生不同的口感跟风味 那我们 我们今天是会用混合的方式 因为很多欧式面包 如果就是说 完全用尽管面粉 那第一就是说 成本会太高 那第二口感上 在我们台湾的目前整个 烘焙的消费市场 消费者也不见得 一定能够接受 在它的口感上 也不见得一定会接受 那要注意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用的是 法国面粉 法国面粉它 研磨的那个细致度 比台湾面粉 性很多 它非常的细 所以说它在制作搅拌的过程 会跟台湾的 那个搅拌面筋的形成的速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制作 或是面包的时候 通常都会多少 会添加到镜头面粉 也是完全用到镜头面的 然后它的搅拌的 整个过程 会跟我们的 传统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是没有 所以就是把传统的 制作面包 那一套观念 也直接用到 厚式面包来 那你做出来的面包 也没有办法 就是维持在 就是说 应该要有的那一种水 好 稍微看一下面粉 我们从材料 然后开始搅拌它整个成团之后 然后会开始慢慢产生面筋 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 就是说整个面包在搅拌过程中 它面筋形成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要到什么样的阶段 才是我们要的阶段 我们可以用摊的方式 把面团 摊开摊薄 如果它很容易破 那就是还没好 就是还没好 你看我现在慢慢 我拉一个面团起来 我现在把它摊薄 然后一摊 它就很容易破掉 那你摊开你透光的话 你觉得里面会有很多 类似面筋的纤维 现在是还没完成 是大概初步先 它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很多欧式面包 在搅拌的过程中 尽量不要去用到坏档 我们团统在制作面包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习惯 就是一开始就 用很快的速度去做搅拌 这很多欧式面包 它是不适合 用快档去搅拌 你需要说低速 低速慢慢 低速打到 那个快速 中速打 第一段第二段 这样 这样子 掉 掉自己在打的面团 是不是 我们今天三个面团 全部都用低速打 所以你就不用去评估说 我大概低速打几分 中速打几分 你低速打到错 延展性到 膜膜第一扣为止 对对对没有错 那我们注意看 我们有些配方 有些配方 它是没有添加 没有添加一些其他的附加 譬如说果干之类 或补物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直接搅拌到完全拓展 所以完全拓展 就是完成阶段 那如果说 我们有加补物其他的东西 譬如我们现在 讲义所看到的我们的香蕉 巧克力香醇麵包 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除了巧克力 水滴巧克力 还有香蕉干 香蕉干还没加以后 其他的材料都 已经下厨搅拌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大概会拌到八分拓展 大概是八分拓展 比如说我们打到完成阶段 是整个有办法摊薄 摊薄之后 它可以摊到很薄 那我们透光 它几乎是看不到什么纤维 大概是这样的程度 那代表说八分拓展 等于是说 我们是有办法摊薄 可是摊薄之后 它是还有些许的纤维 就是几乎快要到完成阶段 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我们的果干 我们或部署要添加的东西加进去 因为你加进去 它还需要一小段的时间搅拌 搅拌混合 那刚好那一小段的时间 搅拌混合之后 刚好是达到我们要的 所谓的完全拓展的阶段 很注意一次就把它摊到 那不可能就收放收放 这样子慢慢摊 那你看喔 刚才是比较容易过 现在又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过 我可以摊薄 那我这边可以轻一点看 它会比较容易 看得比较清楚 如果我手放在后面 轻一点看是看不到 它是透过去的 那我现在摊开 它还有些许的纤维 大概是七八分了 要接近可以下我们 范围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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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香蕉干 煎巧克力 然后 慢慢把它摊薄 就这样子 你看薄的地方 它就比较不容易破 你看 这个部分 可是它里面会有些许的纤维 如果你看它很容易破 就是它面筋还没形成 就是面筋还没形成 可是它还有一些纤维在 比较粗的线条 它会有一些比较粗的线条 可是不多啦 这个阶段叫做大概是八分多长的阶段 我们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要附加的那个 要 四肤泥土 使我们搅拌完成 之后我们大概 基本发酵大概一个小时 那我们半个小时的时候 方面 方面就是对折就可以了 好我们对折就行了 好 大概是基本发酵大概一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拿一道工作台面 我们进行分割 那要分割之前 我表面撒上少想的面粉 然后工作台也是一样 然后直接把它放在工作台面上 好那我们每个分割大概 我们今天用的模型是 大概是900克的模型 因为这边没有加盖 那我们今天就做不加盖 那我公司那边在做我们是有加盖的 那我那个吐司模是比较大的 大概是1300左右的模型 然后这个大概是900克 那如果是900克 那我们大概每个分割大概是 一百五十克 然后六个 好 装一个模型 好那大概是 大概一个大概是900克 一百五十克 然后每个分割大概150克 然后每个分割大概150克 大概150克 然后我们分每条吐司 每条吐司大概是六个 那我们今天大概做三条的吐司 三条吐司 那我们香蕉巧克力面包 已经搅拌完整了 其实三种面团搅拌都一样 其实它做法都一样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搅拌温度的控制 那再来就是它的发酵 那面包制作一定要有充分的发酵的时间 不是也可以发酵度 因为发酵过度 那整个面团的功能都会改变 那我们完成之后 把它移到上 我们让它做基本发酵 把它放进去发酵箱 那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个发酵箱我是没有开 大概是开30度而已啦 它很低 很低的温度 完成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到那个 发酵箱里面 也可以不开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怕它发酵的时间太长 今天会拖到很晚 所以我稍微开一点点 正常的话 我通常是不会去开温度 那你在公司制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另外去定制 就是木箱 有点像低厨那样子 然后里面是像沉架 它是没有加热的作用 那我们发酵 我们会在木箱里面做发酵 那个叫VM发酵 那通常发酵的时间会很长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讲一个下方 讲一个下方是不是有写到 我们的面团温度 面团温度是不是26 所谓26就是面团搅拌完成的温度 就是我们要的理想温度啦 26度C 26就是我们搅拌完成之后 量起来那个温度刚好是26 那我们的基本发酵是120分钟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后我们分割 分割之后 中间发酵再30分钟 30分钟后我们再整形 然后最后发酵1个小时 那发酵的时间长不长 非常的长 加上我们前一天的老面 又发酵12个小时 这样的面包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其实做习惯还好 可是它真的会比较健康 那长时间发酵 它的风味 长时间发酵的面包 它的风味又会跟 一般的正常发酵的面包又会有所不同 因为面团经过长时间发酵之后 电粉它会慢慢转化成糖 所以说吃起来面包的风味它会比较甘甜 那个味道会比较好 落差很大 落差会很大 要分辨面包好不好吃 其实我们面包切开之后 面包不是有气口吗 冷却之后 你去压那个面包的气口 你一压那个面包里面的香气会渗透出来 你去闻那个味道 会很清楚分辨说 这个面包到底好不好吃 它的制作工法到底正不正确 如果你是短统的做法 或者是说 加了非常大量的酵母 你去压一定会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 略带一点药味的那种酵母的味道 你闻起来就会 不是那种很清香的那种很天然的麦香味 会有这样的差异 那有些是会加香的不一样 一压哇那个可能 拿这样子都闻到那个香味 你闻要还热啦 像旁边也还热 那有可能会加香料 天然的东西 不可能那么远的距离 你还闻得很清楚 所以走进面包店 远远就闻到很香的味道 那不见得是好 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十五米的面团 我们是用十五米的面团 然后去 我们里面会用六灰的金黄的芒果 会把它煮成内馅 然后用我们的十五米面包 然后包入我们的金黄芒果的内馅 做我们的那个芒果米面包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面团可以做 就是两种不同的变化 一个我们是把它做成吐司 那另外一个是把它做成 有点类似截命包式的包入我们的那个金黄芒果县 啊 我们的北府的理睿 理睿者的理睿者 他得给他一张诚心 他说 他说 他跟曹老师教育 他之前一直跟我说 你跟曹老师 他一直跟我们奉陪的 用策励 用风 用什么东西 完全你的兄弟有风策 你跟我做的就好了 不然他跟差不多六千万人都没有办法 我跟他说 你做好了做好了 就请他用策励 所以分手去教大家的便利 不用吗 这样就好了 继续 我们继续 不然等会让他讲到 我们也是 特别跟我们北府的理睿分手 给他教他 他现在五千 他在我们三民当局 佛夫第一名 所以说分手谢谢你了 我们学院各位跟 李立伦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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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 我們拌到15米麵包賣這個 想看得到好吃的麵包 笑一下 我的是味噌出來 好香喔 比得讚吧 先看左邊 好香喔 我沒想到我笑一下 那是麵包 好香喔 我去的麵包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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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特別就好 對啊不講她是誰就好也對 OK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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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這樣啦 最好是這樣世界冠軍的啦 對 對不對 好香喔 好香喔 好 OK